大家好,我是奥塞尔 这节课我们继续安装阿瓦的主题附带的插件 上节课进行到这个界面 当前阿瓦的主题版本是7.2.1 后面这个红字是未注册 下面这个大按钮是去管理插件 再往下走,这个位置是注册 这是密钥,不是商业授权 商业授权是上节课从SimForest市场下载的PDF 或者是TXT那个文档 那里面有一串英文加数字的一个密钥 这个地方不需要那个东西 它需要进入一个,点这个位置 有一个how to,怎么注册产品 下面会有一段解释 关于获得这个Personal Token的方法 在之前的课程中介绍过 在这儿就不详细展开了 我在公众号里边也分享过这四类权限 这是要注册的 注册之后才可以在线获得插件 以及在线安装弹幕演示站 我们先进入插件 从左侧也可以进入插件 左侧是Avatar主题的面板 下面最后一项叫维护 维护里面有四个 第二个就是插件 这个插件里面有这么多 其中前两个是require的 是必要插件 这两个都需要安装 因为没有注册 现在不能安装 这个插件是主题附送的插件 和WordPrice插件是不一样的 这个要区分开 那我们先注册 注册是在 Avatar主题的面板 粘贴Token 然后点击注册 注册成功 继续安装插件 上面还有一个补丁 一会儿再打补丁 Avatar主题 需要安装Avatar内核插件 和Avatar编辑器插件 这两个是必要插件 先安装第一个 内核 这个核心插件比较小 编辑器插件比较大 甚至比主题还要大 用Avatar主题 做网站 主要靠的就是这个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 Avatar Builder 相当于Elementor编辑器 它们是同类的 都是编辑器 安装并激活 下面还有几个插件 是可选的 根据需要选择 比如这两个是环灯片 下面这些都是免费插件 可以从这里下载 是一样的 看到两个补丁 我们先打一下补丁 补丁得一个一个的打 先打第一个 这是2020年12月22号的 然后有一个23号的 这是主题的补丁 这是编辑器的补丁 现在安装完Avatar主题 并且安装了两个必要插件之后 我们看看前台 是这个样子 截止到现在 我们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 丛林搭建网站 手动创建页面 还有主题选项 这个适合老手 对Avatar主题比较熟悉的同学 可以这么做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比较干净 还有一个办法呢 是安装Avatar主题的 代目演示站 可以快速的 在我们这个网站上 搭建出一个完整网站 然后再手动修改 对于新手来说 适合于第二种方案 我一般给客户做网站 也使用第二 修改或者删除 比较方便 比丛林做要简单和方便 对于新手在 坏